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信他揭露的真相 或开始对中国官方的说法产生质疑 爆料春晚让我得出这样的判断 郭文贵拿出的证据是有利的 不仅能够争取更多人看到他们不想看到的可怕真相 而且 我以为更重要的是 郭文贵与班农联手 把中共当局逼入了政治和道德死角 从而让中国和世界面对着更加严峻也更加危险的现实 习近平会如何反应 他会不会选择一不做二不休 这些问题都成为许多人头脑中挥之不去的问题 摆在所有中国人和世界各国政府面前的现实是 中国当局一方面在道义上完全破产 失去了正当性 但依然不仅拥有合法地位 而且非常强大 能够加害于任何试图挑战他的个人和国家 在这个现实面前 每个不得不与这个政权打交道的个人和国家 都面临越来越困难的选择 美国如何应对这个新现实的挑战 将对所有人和国家的选择发生重大影响 那么 我们是否能够从春节前中美新一轮贸易谈判中看出端倪呢? 这一轮谈判最重要的发展 就是川普决定亲自前往东亚去与习近平举行峰会 我对这一重要决定的解读是 川普充分认识到中国内外局势的危险性和脆弱性 决定在美中贸易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 以达成一个有利美国也有利于稳定局势的协议 川普决定借与金正恩会面的机会与习近平会晤 首先表示了他对尊重习近平的态度没变 同时也预示了美国有意做出重大让步 那么 会是什么让步呢? 我以为美国会在所谓结构改革问题上对中国做出重大让步 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做出重大让步的理由是 一 这个要求其实中国很难接受 美国也很难监督和执行 美国过于坚持反而会导致做不成交易的危险后果 二 中方已经做出了大规模增加美国商品进口的痛苦决定 让美国马上得到实惠 从而增加川普竞选连任的机会 川普有了这个机会 就不愁对中国继续施加各种压力和影响 对中国和世界来说 中国大规模增加从美国进口而减少贸易顺差 将会带来一个重要的新现实 那就是中国当局可支配的硬通货会急剧减少 这对于中国经济和外交战略都会带来非常重大的影响 来自对美贸易的巨额顺差 是中国对内国进民退 对外强势外交的金融实力之源头 美国迫使中国减少对美顺差 就从根本上削弱了中国国家的金融实力 不仅迫使中国进行内部调整 也不得不收敛对外的嚣张 奥巴马对华策略的一个重大失误 就是没有认识到这个关键问题 而习近平对美国的严重误判 也是因为没有看到中国的这个致命弱点 川普虽然抓住了这个要害 但他面临的新现实是 他的前任对华政策的失误 已经酿成了严重后果 他不得不面对的新现实就是 他对华的强硬方针和措施 虽然将有效削弱 中国挑战美国的实力 但也面对着中国发生革命 或发动战争的更大风险 BBC中文网 发表国际媒体观察部 凯利·艾伦的报道 题目是 中国2019年春晚传递出哪些信息 该晚会以儿童歌曲、金剧、武术和喜剧小品为特色 每年有大量全球观众观看 准备节目需要花费数月时间 节目制作播出由官方机构策划完成 常在中国进入农历新年之时 为中国政府传递关键信息 今年的关键信息是什么呢? 香港台湾的家 今年的突出主题是 中国的海外地区和海外华人应该回归中国大陆 许多节目片段用家作为北京的影域 描绘了地区和个人回到家庭怀抱的想法 歌舞表演妈 我回来了 特意由香港、台湾和中国海外的华人歌手演唱 传递出回国是一个梦想 似乎特指习近平号召的中国梦 妈 仿佛是中国的影域 三位香港歌手还演唱了 我奋斗 我幸福 一句歌词这样写道 家与国我们同路 不欢迎外国人 过去几年 当局会利用春节晚会 对外展示中外关系不断得到加强 去年当局邀请阿塞拜疆舞蹈团参加演出 还有来自非洲国家的表演 甚至还有参加2017年世界小姐选美大赛的 外籍模特亮相 但是今年春晚没有一个独立的外国演出 实际上除了一小队来自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的篮球运动员 在舞蹈青春乐起来中出现 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演出 原因可能是去年的春晚引起争议 亚洲演员应使用夸张的臀部讽刺黑人而保守批评 另一个可能原因是恶化的外交关系 在中国科技巨头华为的首席财务官被加拿大拘留后 中美中家关系陷入紧张 随后意大利时装品牌杜加班纳播出带有种族歧视的商业广告 在中国引发风波 禁止猪出现 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通常会在进入农历新年时 特别要提到十二生肖中的新年属相 去年在歌舞表演旺旺年中 孩子们穿着狗狗形象的道具服装 舞台上飞扬着狗狗气球 还有宠物表演特技 但是 今年的晚会中没有强调猪的形象 只有一个喜剧小品中出现了一个小猪配起的钥匙圈 其他节目完全没有猪年的形象 目前尚不清楚原因为何 可能是因为 马来西亚等地同时庆祝农历新年 中国似乎期望避免冒犯这些国家的穆斯林 一些穆斯林认为猪是禁忌 中国已经因为猪和当地穆斯林争论不休 例如 2016年11月 维吾尔族社区抵制旅游预定手机程序Fleeggy 原因是这个手机程序改名为飞猪 中国当局希望避免尴尬 尤其是去年 一步表达中非关系的小品 蕴含文化不敏感信息而遭到批评 交通里程碑 逐年春晚着重展现中国在交通运输方面取得的飞跃式发展 这被视为体现了国家力量 在歌舞我和我的祖国中 导播员展示了中国的交通途径 包括中国进军太空 以及开发水路两栖飞机和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 今年的晚会还着重强调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壮大 大型汽车代替了猪的形象出现在晚会中 中国一汽集团位于吉林省东北部的大型显示屏上 全面展示了特技车手级表演者 以及流行电影《变形金刚钟》那样的机器人汽车变形场景 年轻人应该点赞新时代 与去年一样 晚会非常重视 让中国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与政府信息互动 去年播出了一首朗朗上口的欢快歌曲 赞 赞 新时代 今年 在一首新歌点赞新时代中 数百名带着巨大红色手套的表演者 重新传达了这一信息 与往年一样 年轻的中国偶像占据了晚会的显著位置 以吸引国内观众参与这种互动 习近平领导下的流行口号中国梦 连续两年得到重申 流行乐队加油男孩TFBOYS向年轻观众唱道 我们都是追梦人 德国之声中文网发表William Yang的报道 题目是 反渗透 澳大利亚拒绝中国富豪公民申请 中国亿万富翁黄项默曾捐赠数百万给澳大利亚的自由党与工党 但澳大利亚媒体周二报道 该国政府官员拒绝了黄项默的公民申请 并取消他的永久居留权 然而澳大利亚政府周三拒绝评论关于黄项默的案件 澳大利亚时代报与悉尼先驱晨报周二 2月5日 双双报道黄项默在海外 被澳大利亚官员通知他的公民申请被拒绝后 极力争取回到他价值1300万澳币的豪宅 悉尼先驱晨报指出 澳大利亚的资深政府官员证实澳大利亚内政部 以多个理由拒绝黄项默的公民申请 此外 他们也质疑黄项默在接受澳大利亚情报单位质询时 提供的答案是否可靠 然而 澳大利亚人报周三 2月6日 报道 当移民部长科尔曼被问及此事时 他拒绝响应 而工业部长安德鲁斯则表示 我了解目前有些关于此案的消息 此前 澳大利亚移民及情报单位 曾针对黄项默的背景 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调查 其中包含他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以及他在接受澳大利亚情报官员访问时的回答 政府官员向悉尼先驱晨报表示 黄项默可能无法回到悉尼 他自从2011年便与家人定居在悉尼 德国之声致电澳大利亚内政部询问黄项默的案件 但澳大利亚内政部以个人隐私为由 婉拒针对此案提供更多细节 与北京关系备受关注 自从澳大利亚执政党去年发起反北京干预运动后 黄项默的案子是澳大利亚政府首次对涉嫌 替中国执行渗透活动的人采取行动 而他的案例也让外界质疑澳大利亚的工党与联盟党 是否该退还他过去五年捐赠价值270万澳币的政治现金 黄项默广大人脉及多次的政治捐款而受外界关注 他曾捐款给前工党外交部长卡尔卫悉尼的智库澳中关系研究所 并担任中国共产党在澳大利亚组织的理事长一职 报道指出黄项默有机会透过行政上诉法庭或申请内部审查来试着 要求澳大利亚内政部撤回此判决 然而专家认为这样的法律程序需要很长的时间 此外有官员表示即使黄项默能返回悉尼 他仍旧可能被驱逐出境 游走于政客之间 时代报指出多位澳大利亚政治人物曾在竞选期间 接受了黄项默的捐款 而近期至少两名官员表示他们已退还了黄项默捐赠的款项 此外黄项默也透过他身为澳大利亚中国和平统一 促进协会理事长的身份跟政府官员接触 他曾亲自与前自由党总理阿伯特 跟现任移民部长的顾问或募款人会面 报道也说黄项默曾透过前工党参议员邓森 要求移民官员检查他公民申请案的进度 邓森本人在2018年1月 应遭指控为了与黄项默建立更紧密关系 改变他在南海问题的立场 而被迫提出辞呈 早在2017年 澳大利亚就曾因黄项默 与另一名华裔澳籍商人周泽荣捐款给澳大利亚政党 向该国政治人物提出警告 并下令重修反间谍与外国政府干预内政的相关法令 当时中国外交部将该说法形容为毫无根据与媒体的恶意炒作 黄项默本人当时则指控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试图透过炒作旧文来损坏他的名誉 自由亚洲电台发表黄小山刘少峰的报道 题目是血液制品移用艾滋血源 央企被以草菅人命 具有央企及军方背景的上海大型药企产品 被测出艾滋抗体呈阳性 业内人士指经刺重大事故的背后 不仅是管理和技术存在缺陷 医因政府为了战略目的而无视民众的用药安全 一份要求暂停使用上海新兴医药 一批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的国家卫健委通知曝光 显示该医药公司生产的经脉注射用免疫球蛋白 被江西方面检测出艾滋病抗体呈阳性 通知还要求立即对已经使用问题批号产品的患者做出监测 配合药品监管机构做好相关处理工作 来自业内的消息指出 由于货源一直紧张 该批号产品12000平 目前绝大部分已经使用 导致问题更加敏感 目前在各方压力下 官方对有关企业产品的排查范围扩大 消息周二、五日被每日经济新闻披露 立即导致刷屏 但至结稿时 国家卫健委官网上海新兴医药 以及其主要投资方中国医药 还未有发布有关的讯息 一位医疗行业的从业者刘女士透露 血液制品被验出艾滋病抗体阳性 说明原料血中已被艾滋病毒污染 它只因为生产免疫球蛋白的工序 可以分解活艾滋病毒 但如果仅仅是抗体阳性 而不是制品中含有病毒 并不会导致传染 但带有艾滋病毒的原血 如果加工成凝血因素等其他产品 就可能传播艾滋病 刘女士说 就是在做这个免疫球蛋白的时候 有可能是有艾滋病人的血液 这一位助首先是一个重大的事故 但是呢 它的这个生产工艺 序 以低温乙醇蛋白分离工艺序 有大量的文献证明 艾滋病毒会被分解掉的 但是呢 血源会有艾滋病人的血液 要查这个源头的血液 有没有去做其他的 比如说凝血因素啊 或者是全血有没有污染 是这样子的 刘女士表示 虽然官方还没有公布原因 但导致这个结果 可能是生产过程中 没有严格按照流程操作 他透露 因为生物制品是国家严管的垄断行业 其中国企管理的业余和混乱 是业内公开的秘密 但政府为了保护国产生物制品 一般不允许进口国外的高质量制品 刘女士说 因为艾滋病毒 如果按制药的检验手段 成本会是比较高的 它有可能没有按照那个原则来检测 导致被感染的在窗口期的 有可能没有被检测出来 这个领域里面 我觉得生产会有问题 首先它是垄断的呀 都少不了国资的背景 满足不了需求 医院里很多时候都是缺货的 进口的就更少 疫苗不就是这样子的吗 我们小的时候都是用进口的 现在你还上哪儿找进口的疫苗去 还有现在国企都是书记说了算 外行人在管理吗 相对来说 上海各方面都更规范 可想而知 其他的就会更差 中国红十字会前高管任瑞宏透露 一星期前消息已在圈内传开 并且一些急需用药的患者 亦被医院禁止用药 但外界一直封锁消息 目前很多患者担心自己使用了有关企业的产品 希望查到以用药的来历和批次 但现在都没有进展 任瑞宏说 我这边很多患二是移植的吗 还有白血病的吗 他们老要用到柄球 尤其是化疗和移植的患二 他们用的特别多 上周吧 有个患二医生就不让他用吗 后来才知道就是因为这个 现在那个几个医院都炸了 那些患二都在查自己打的是什么柄球呢 然后医生不愿意给提供具体批号 刚刚我还和我那边的志愿者通电话 他们就说 他们今天去交社去了 现在还没给查到 因为过年嘛 现在都是值班医生 据悉 今次出事的企业上海新兴医药 前身是解放军总后卫生部上海 新兴血液制品研究所 后来改制成为央企控股的国内仅有的 大型生物制品企业之一 根据所披露的资讯显示 该公司已承担接待委内瑞拉 和伊朗的高官的外事任务 并已进行生物制品方面的合作 任瑞宏表示 只有具不对或官方背景的这些机构 才能够承担这种涉外的国家任务 而这些机构批住公司的外壳 本身可能在对外活动中更具隐蔽性 据前线消息称 事件在大年初一曝光后 原本已放假的上海新兴医药 当天深夜还有车辆和人员频繁进出 但他们拒绝接受访问 记者多次致电上海新兴医药 和其上级央企中国医药 但多个电话号码都没人接听 国家卫健委一没有就事件接受访问 十多年前 中国力推生物制剂国产化战略 并严格限制国外生物制品进口 但迄今因工序和管理问题 导致频繁出现严重伤残事件 和重大安全事故 其中 去年爆发的吉林长生生物疫苗丑闻 已导致数十人被抓 大家好我是柳晨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YouTube上订阅明镜之声频道 首先在您电脑的桌面上打开浏览器 在进入YouTube主页之后呢 您就会看到正常的这个搜索栏 在搜索栏上面您可以收入这个明镜之声的拼音 MINGJING Radio 或者呢也可以打入中文字明镜之声 都可以搜到我们的频道 看到明镜之声的logo之后呢 您就点击它进入明镜之声主页 在最右后边的这个红色的Subscribe标志 点它就可以跟随我们的最新节目 点击之后您的明镜之声的标志 就会出现在跟随的最上面一栏 在Subscribe的右边有一个小铃铛的标志 您只要点了它之后呢 就会收到我们所有最新节目的提醒 在我们主页的下方 是明镜的所有最新的节目的更新 感谢您的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